Hello大家好,我是Beta板栗匠 这一次的视频呢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练语制作人 24小时挑战这个新玩法的一些游戏心得 相信各位太太在经历了各种风雨的洗礼和血泪的教训之后呢 对这个玩法应该是又爱又恨,心情微妙且复杂 一方面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拿到老公新卡的途径 可是另一方面呢,这些卡要拿到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过于艰辛了 需要我们老公各种在前线为我们浴血奋战 所以当你看到你的那些百分百占用的老公卡片 静静的死在那里的时候真的是牙酸蛋疼啊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玩法是会给蝶纸吸粉还是掉粉啊 不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希望教大家怎么样有技巧的通关 那么接下来呢,我废话不多说 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关键的一些要领吧 第一个先废话一个点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守护羁绊 它其实不需要我们把这个耳卡进化的多好 不需要身心啊,二十几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的点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羁绊一共只能上限三十个 大家注意是三十个啊 所以在玩之前一定要算好 我需要哪些卡去上阵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耳卡和实力不那么强的SR卡 把我们的超强SSR和双高单高的SR卡都挤掉了 没有出场的这个机会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嗯,千万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看我的眼泪和鼻涕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第二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打法 一定要秉持愈强则强,愈弱则弱的原则 比如说这个第一关只有一张两星二十级的一个SR 那么我们也可以就上阵一张实力 刚刚能碾压它的卡就足够了 如果你不是很有信心 选的卡可不可以呢 可以多试几次嘛 反正失败了以后 只用花五钻石就可以重置了 这个成本相当的低 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去进行这个试验 或许有的太太比较喜欢人海战术 去碾压对面那一张 孤独的色色发毒的小可怜 其实大没有这个必要啊 因为我们只有三十张机办 多上一张卡 多费一张卡 都是在浪费卡位 浪费资源 所以可以不用这么做 嗯,第三件事就是 当我们打不过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通到二十一关了 所以没有办法去还原 我之前车轮战的这个战术的一个实况现场 可以跟大家口头介绍一下 那就是我们先选一些其他的 已经消耗过的 或者实力不那么强的卡片 先去碾压对方的卡 把对方的这些属性先去磨一磨 磨到咱们可以接受的这个level之后呢 我们再上线最终 我们希望上线的压轴的这些卡片 简而言之就是先拿一些 嗯,已经用过的 或者实力不那么强的卡 去把对方的数值先磨平 然后呢,再上线我们真正希望拿来通关的卡片 去打对面的这些卡 一般呢,都是可以低空擦过的 我今天早上已经两次通过这个办法 去碾过了对面十分强力的SSR卡了 清测有效,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当然这个车轮战的过程可能很枯燥乏味 嗯,而且很有可能会最终废掉你的一些卡片 但是这个过关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对不对呢 好,除了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哈 还有一个要说的第四点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这个卡片利用到最大化呢 接下来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呢 在遇到新的关卡的时候 我们应该优先使用已经使用过的卡片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一共只有30个卡片的位置 对不对 如果我们早期过多的使用了卡片 过多的消耗卡片的话 到了后期很难打的关卡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上阵尽量多的新卡 去怼掉对面的强力SSR了 虽然我知道这么做非常的残忍 非常的令人难过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亲手 榨干老公的最后一次价值 亲手把他的身体彻底掏空 亲手将他送上绝路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跟我们的老公 在此重逢啊 对不对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坚强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这些上阵的卡片 都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损毁 这个战雨的感觉 让人非常想把叠值踩在脚底下 摩擦摩擦一万遍 但是没有办法 如果想要去打通尽量多的关卡的话 就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战略了 理性思考一下吧 各位夫人们 最后一点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 是我们这个卡片受损的顺序 是从第一章开始的 所以大家应该把一些比较 不那么重要的卡放在前面 来进行这个比赛 好了说完我的一些游戏技巧之后呢 想跟大家吐槽一下 我对这个游戏改进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就是我能不能不要 尼玛每一天每一次闯关 都要在我这么多的卡堆里面 去挑选我要上阵的卡 真的人很蛋疼好不好 我贵求碟子能不能出一个 30张卡的这个阵容选择系统啊 这样我以后不用这么复杂的去 不停的挑了 求求碟子的这个求生欲 让它赶紧去改进 多多向别的卡牌游戏学习吧 谢谢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我真的不想每一天 都要不停的去研究 这个游戏的每一关 24小时挑战怎么去过 能不能这样去我传过的观察 每天都可以自动更新掌力 然后呢我这个没穿过的关卡呢 我才需要每一天去再次挑战 如果碟子害怕我们 就这样天天躺赢的话 你完全可以每一周抢 自重制一次 每周抢 这样我重新打一遍就好了 我真的不想每一天都过一遍 其实很没有意义 我求求你可不可以 让我拿这些卡牌的这些碎片 就像拿票房那个挑战赛 还有那个城市欣慰一样 就每天去领一下就好了嘛 对吧 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一个想吐槽的点呢 就是我们羁绊拿到手的过程 实在是太艰辛了 果然世间没有白吃的鲜饼 你看我们这个SR呢 可能每天大家也就能攒个两片吧 SR呢更过分了 每天800个这个勋章 我才能兑换一个碎片 而且还有80个碎片 我才能最终把它合成出来一张卡 我相信这张上床的全类打卡呢 它的这个进度一点都不突飞猛进 因为我觉得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可能游戏都卸了 对不对 谁他妈的还管你上没上床 还有就是许墨的这张秋之诺言 为什么是秋天呢 其实我误了 一定是因为我拿到它的时候 肯定已经到了秋天 对不对呢 真的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当然我相信这个游戏 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也希望蝶子的求生欲 可以让它不断的更新迭代 希望退优打军不要变得越来越壮大 那么最后的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炫耀 不对那个什么 展示一下我 打到21关的这个华丽的卡牌阵容啊 当然了 没有这样的阵容 其实大家靠着壳里的策略呢 也是可以打通关的 之所以我能有这么多卡呢 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 开服玩家了 所以说卡比较多 也不是很奇怪 那么那个皮丸这么一下 我就赶紧溜啦 好啦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是长期更新 链鱼制作人原创视频的 Beta版里奖 欢迎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